皇后 皇后如何了 五公主闹了一番 将皇后气得心计 此时不肯言语 也不肯用膳 我去劝 可皇后谁都不想见 怕是承娘子去了 也无用 父母身命劳律时 嘴上虽说着 谁也不想见 但心里 不知多盼着孩儿 能冲进去 这儿我不信 不信我有法子 皇后一整日都未曾进食了 多少吃些吧 坊间传闻 莫要放在心上 皇后 快瞧瞧 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 皇后胃口不好 不想用膳 我不是来劝皇后用膳的 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 皇后快看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我在自家院子里种的胡瓜 忙了好些日子才种出这一些呢 胡瓜 胡瓜可是西域的贡品 我没有吃过 但是皇后吃过 皇后帮我品鉴品鉴 我这胡瓜 跟西域的胡瓜 是否是一样 怎么这么咸 咱得如此咸 我拿锦盐烟子过 不过拿出来的时候 我又放了一边盐 我不忘记了 既然如此咸 赶紧喝口粥鸭鸭 还是先吧 再喝一口 你这胡瓜倒是开胃 如今鱼也吃了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我又不是来找皇后用膳的 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 皇后还未曾说 是我这胡瓜好 还是西域的胡瓜好 就你鬼主一多 贤臣这般 让我如何比较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晚些 再做一些甜的过来 皇后再尝尝甜的如何 甜的也压不住咸的 那叫酸的 酸的定能压得住 你这孩子真是赖皮 就你这手艺 我要咽下这些胡瓜 得用多少粥来配啊 皇后要是愿意 多喝两口粥 少少求之不得呢 口粥还是觉得咸 那便就多喝两口 走 快走吧 走 里面有成娘子服饰 你我就别打扰皇后 与成娘子说提计话了 想不到皇后在宫中 还能遇到 这般宽心之人 十一郎 真是挑了个好心腹 岳娘子 怎么不进去服饰啊 少少妹妹 在里面陪皇后说话 札友特地叮嘱过 你我别去打扰他们 这武将女真会找机会攀附 这才进宫几日啊 怎么 有她在的地方 你我便都不能踏足了吗 咱们还没嫁去西北呢 倒是她先登堂务事了 非但抢了皇后不说 就连林将军也 又是洛娘子能嫁给林将军 我们又何必去那西北苦寒之地啊 申调住口 此事不许再说 西北在苦 也是你我的命 有人天生命好 嫁得如意郎絮 又有帝后必有 你我也怨恨不得 洛娘子 你就是脾气太好了 要是换做那几位公主 看谁能轻饶她 想高攀帝后 也不看看人家亲儿女 答不答应